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三說 學校應該盡快恢復課堂教學 特朗普總統在白宮內閣室 接待科羅拉多州和北達科他州的州長時說 他認為他們絕對應該是開學 特朗普談到新冠病毒疾病時 他說他對兒童沒有多少影響 這是州長的抉擇 幾乎所有各州和首都華盛頓各年級的中小學 都處於關閉的狀態 很多學區已經宣布本學年餘下的時間不會復課 美國多數地區的學年是在6月結束 特朗普說他們正在讓國家是開放 人民希望開工 學校將會復課 美國傳染病專家佛舌在星期二的國會聽證會上說 他認為最好就是要小心一些 不要以為兒童徹底免疫 不會受到新冠病毒影響 特朗普總統在內閣室對記者說 他的回答令他是驚訝 在他看來這種回答令人不可接受 特別是涉及到學校的問題